你当天喝了多少酒 一杯白酒 两瓶多啤酒 在哪喝的 在串羊州 距离你这个被查获的地点有多样 大概200米吧 知道酒后不能开车吗 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开车呢 冲动之后 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现在开庭 天津市洪潇区人民法院 今天依法在此公开审理 被告人李徐 危险驾驶一案 传被告人到厅 被告人李徐 在 听前在向你送达起诉书时 已经核实过你的身份情况 当厅不再核实 听清了吗 听清了 你的基本情况还有补充和更正吗 没有了 被告人李某 1988年出生 某公司法人代表 法庭在何时下你的住所地 你向法庭讲一下 是那个现在现住址吗 对 那个北城区 你以前受过法律处罚吗 没有 本次是因为涉嫌什么罪名 危险驾驶罪 被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时间 6月15日 2020年6月15日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什么时间收到了 20号 8月20号 昨天对吗 对对对 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意见吗 没有 本案公诉机关随案已经送了你签署的 有值班律师在场见证的认罪认罚拒绝书 是你本人自愿签署的吗 是 是我本人自愿签的 是你的真实意思表示吗 是 你是否是自愿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促材程序审理本案 是 检察院建议对你判处拘役两个月 并处罚金 可以适用缓刑 对这个量刑建议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 你委托辩护人了吗 没有 你可以自行辩护 天津市红郊区人民检察院 于2020年8月2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 指控被告人理想犯危险驾驶罪 本案依法适用素材程序 由审判员穆松不认审判 法官助理是孙琦 书记员刘洋宇担任法庭记录 天津市红郊区人民检察院 指派检察员刘彩虹 依法出听知识公诉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如果被告人认为 刚才宣布的审判员 法官助理书记员及公诉人 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或者有其他关系 可能影响本案公正审理的 可以申请回避 你有回避请求吗 没有 另外你在法庭审理当中 享有的举证权利 辩护权利及最后陈述的权利 在向你送达起诉书副本时 已经对你进行了告知 你都清楚吗 都清楚 权力义务告知书 也一并送达给你了 收到了吗 收到了 下面有公诉人简要宣读 起诉书及量刑意见 天津市洪桥区人民检察院 起诉书 经洪检二步行诉 202077号 本案由天津市公安局 洪桥分局侦查终结 以被告人 涉嫌危险驾驶罪 于2020年7月15日 向本院一诉审查起诉 本院受理后 于2020年7月16日 以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依法训问了被告人 听取了被告人及值班律师的意见 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 被告人同意本案是用素材程序审理 经依法审查查明 2019年12月24日21时取 被告人理由酒后驾驶牌照号为 经FN 白色路虎孩小型越野客车 沿本市洪桥区千里滴 由南向北行驶至嘉宁道交口处附近时 被丁四姑大队民警查获 经当场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检测 被告人理由血液酒精浓度为 每100毫升 112毫克 被告人理由 到案后能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经天宁市京实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被告人理由血液中 减出乙醇成分 含量为每100毫升 125.1毫克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一、司法鉴定意见书 二、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告人驾驶证复印件 涉案机动车行驶词复印件 涉案车辆信息 被告人基本信息 案件来源 抓获经过等书证 三、证人严谋 牛某某、冯某某的证言 四、被告人理由 的供述和辩解 上述证据收集程序合法 内容客观真实 足以认定指控事实 被告人理由 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 没有意义 并自愿认罪认罚 本院认为 被告人理由 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 及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33条之一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危险驾驶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理由 到案后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细坦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67条第三款之规定 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理由 自愿认罪认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15条的规定 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建议判处 被告人理由 拘役两个月 并处罚金 可适用缓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176条的规定 提起公诉 请依法判处 此至天津市洪桥区人民法院 起诉书宣读完毕 被告人理由 对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 听清了吗 听清了 有不同意见吗 没有 公诉人是否需要对被告人 进行询问 鉴于被告人理由 认罚且本案是用素材程序审理 不再当听询问 被网人理由 回答法庭几个问题 好 你当天喝了多少酒 一杯白酒 两瓶多啤酒 在哪儿喝的 在涮羊肉 距离你这个被查获的地点 有多远 有大概200米吧 你是刚上路就被查获了是吗 对 2019年12月24日 21点左右 洪桥区嘉宁道附近 正开车回家的被告人李某某 被涉港查酒驾的交警查获 经鉴定 被盗人李某某的血液酒精浓度为 每100毫升 125.1毫克 数最佳 公司机关指控的千里滴 至嘉宁道交口 是快速路吗 不是 是辅路是吗 对 算是辅路吧 你是准备去哪啊 我准备回家 是回你那个刚才说的那个住所地吗 对对对 另外你对这个金石司法监督中心的鉴定意见 认可吗 认可 知道酒后不能开车吗 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开车呢 存在侥幸心里 建议本案适用素材程序审理 当天不再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 这一点被告人听清了吗 听清了 现在你站起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访的规定 向法庭做最后陈述 对自己行为有什么认识 对法庭有什么请求 可以说一下 就是请求法庭从款处理 以后喝酒再也不开车 对本次犯危险驾驶罪 知道自己错了 没有了 说完了啊 希望你能从这次的事情中吸取教训 醉酒驾驶机动车 不仅对自己 包括对他人生命安全 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 今天法庭审理到此 现在对你当听宣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 与公诉机关指控的一致 本院认为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 犯危险驾驶罪罪名成立 量刑建议适当 应于采纳 理判案后 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且针对认罚 对其可以从轻处罚 综上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33条之一 第1款 第2项 第67条 第3款 第72条 第1款 第3款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201条 第1款之规定 判决如下 全体起立 被告人理判危险驾驶罪 判处拘役两个月 缓刑两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全体请坐 被告人理判决 刚才向你宣读的是口头判决 书面判决书将在两日内向你送达 如不符本判决 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 10日内 通过本院 或者直接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上诉 书面上诉的 应当提交上诉上正本一份 复本两份 以上权利你听清了吗 听清了 今天的法庭审理结束 法警将被告人带出法庭